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智敬 今天是2022年6月25日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在繼民陣、教協、支聯會、職工盟逐個解散後 昨天又有另一個黑暴團體宣布解散 究竟是哪個團體呢? 他們會否交出他們的會員名單呢? 另外美國昨天通過了法案 收緊對槍械的管制 究竟有關法案有甚麼內容 會否真的減少在美國發生的大型槍擊事件呢?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等更多的市民可以了解一下 西方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自從國安法生效後 香港已逐漸回復平靜 最近一年 很多勾結外國勢力搞亂香港的黑暴團體 如民陣、教協、支聯會、職工盟等 都紛紛宣布解散 希望可以逃避刑責 原本我們想著 這些團體都已經解散得七七八八 應該沒有團體會再解散了 誰知道去到昨天就有報道說 有另一個黑暴團體宣布解散 究竟是誰團體呢? 自然是代表那群逃兵醫護的醫管局員工陣線 是在2019年12月4日反修例暴動最如火如途的期間 在勞工署核下的職工會登記局登記成立 他們最初向職工會登記局交申請時 只有八個會員 但之後會員人數一度超過一萬人 在2020年2月時即是疫情爆發的初期 那群逃兵醫護由於懼怕疫情 就以醫管局員工陣線的名義 發動罷工來要脅政府回應他們的所謂五大訴求 包括要求政府全面向內地封關 他們當時不僅罔顧病人的權益 亦加重了另一班緊守崗位的正常人醫護的工作量 而他們這麼不負責任的行為 當然是被市民鬧爆 結果這場罷工的鬧劇只維持了五天 就在那年2月7日草草已失敗收場 雖然罷工失敗 但醫管局員工陣線並沒有因此檢討自己的過失 而是在之後日子繼續不斷製造時段 不斷抹黑政府的抗疫工作 一方面經常要向內地封關 另一方面無視歐美的疫情嚴重 一點都不提出相關要求 而在罷工期間 當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 亦在那次罷工中 由於出了位 所以他亦參加了那年原定立法會選舉 攬炒派的違法初選 想著可以一常做立法會議員的滋味 而他亦順利在初選階段 擊敗當時時任李國倫 獲得代表攬炒派的參選資格 想著坐定粒綠可以很快做議員 誰知人算不如天算 對於疫情的關係 政府宣布選舉延期不少於一年 令他做不成立法會議員 之後更加因為參加了攬炒派的違法初選 而被控村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 要到去年2021年7月才得到法庭批准保釋 不過他效婆守不了 到今年2月17日 他在Facebook轉載專業 專業清算師寫樹別 這個醫護前線加油的post 說自己的醫護朋友都已經很崩潰 又說我又不能批評政府 醫管局膠層 只是一句不好意思 其實前線沒有對不起市民 是你們的膠層對不起責 還hashtag 寫 但現在只會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所以他post了這樣的事 到了3月時 法庭認為他的言論和行為 有合理理由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 而再次被捕 法庭指他違反保釋條件 撤回他的保釋許可 這些就是自己拿來衰 而除了余慧明好不行之外 他們的醫管局員工陣線 亦不可以去哪裏 去年9月他們收到職工會登記局寄給他們的信 揭包他們的言論和活動 和職工會條例不符合 包括2020年時 辦了罷工 前主席余慧明也參加攬炒派的違法初選等等 當時的陣線代主席陳國成 還自己去到職工會登記局遞交回信 狡辯說他們工會的言論和活動 都是按會張和法例行事 不過又不肯交出他們會員的資料 當時被問到工會會不會解散時 他們還說很厚硬 會繼續做好維持會員的工作 不過厚硬也沒用 去到昨天6月24日 他們就靜靜地開了一個特別會員大會 原本媒體問他們為何開這個會員時 他們也沒有解釋為何開 但在開完會後 他們的主席陳國成才向媒體透露 大會通過解散醫管局員工陣線 但暫時不方便回應 而工會稍後會正式公布解散的詳情 如果他們以為解散組織可以逃避刑責 這真是未免太過天真了 事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去年8月17日 也跟媒體說過 違法就是違法 任何人或機構犯下的罪行 是不會因為他們的解散或辭任而就此消失 亦不可能因此而可以逃避刑責 當時還說 執法部門一定會繼續採取全方位的打擊策 全力調查對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和組織 無論相關組織是否已經停止運作 都一定會嚴格按照國安法等法例 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 絕對不會容許違法組織及違法者 借助解散而逍遙法外 確保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一定會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 所以如果逃兵醫護以為這樣解散 便可以沒事的話 就真的不用想想多了 據我說除了要嚴格對組織及話事人執法之外 我們也要求醫管局員工陣線交出會員名單 接著醫管局便要嚴厲處罰有違規的員工 這件事陳肇始當局長時當然不會發生 但現在他已經下班了 會否出現一個新機呢 這就是我們拭目以待 說完逃兵醫護 就和大家談談美國的槍械管制 美國最近接二連三發生多宗嚴重大型槍擊案 造成很多人死傷 很多人更是學生 其中包括5月份發生 導致19個學生和2個老師死亡的德州槍擊事件 根據美國一間NGO The Gun Violence Archive 的數據 正在2022年 美國已發生超過246宗大型的槍擊事件 槍械暴力正在今年已奪去超過18823人的性命 而在今年6月原來只有一天 是全國沒有發生過這些大型槍擊事件 美國經常說什麼人權 但原來自己的人民連最基本的生存權利也沒有 所以真的只有一個講字 其實在美國國內一直都有聲音 想加強對槍械的管制 但無奈的就是這些所謂參與民主選舉的政客 他們很多幕後的金主都是槍械製造商 所以在龐大金錢的利益之下 一直以來槍械管制的法例都不能通過 而且根據美國憲法的第二項修訂 他們說 A well-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即是說美國憲法是保障市民擁有槍械的權利 因為他們在立憲法時認為 如果市民是有槍 萬一將來政府變成暴政 人民也可以立即拿槍去推翻他們 這就是他們立憲法時的邏輯 但你說到今天還不合理呢 那當然是不合理 加上美國最近這麼多宗槍擊案 死了這麼多人 所以當地要求收緊槍械管制的聲音 就越來越強了 不知是否美國的政客都知道嚴重了 所以最近他們終於作出了讓步 首先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的參議員 他們組成團隊一起討論 有否大家兩個政黨都能同意的方案 然後在6月12日 他們宣布就著槍械安全立法框架達成協議 有關槍支安全法案 在23日晚在參議院成功闖關後 由昨晚24日美國時間再由眾議院表決 最終在14個共和黨黨員倒戈的情況下 法案以234票贊成 193票反對破天荒通過 而有關的法案亦會稍後交給美國總統拜登 簽了之後就會正式生效 根據這個法案 當局將會設立一個7億5千萬美金的基金 協助各個州制定及執行紅旗法 Red Flag Program 容許當局沒收潛在危險人物持有的槍械 法案亦會堵塞俗稱男友漏洞 即是擴大現行法例 禁止曾經因為家暴被定罪的伴侶買槍 另外法案亦要求加強審查 21歲以下槍械買家的心理健康紀錄 打擊非法銷售槍械 以及撥款資助各個州份 改善學校安全及心理健康的支援 你可能會問 哇 死了那麼多人搞了那麼大的事 就是這樣 完全不讓人買槍就行了 是的 就是這樣 其實美國的精客很多都是在收槍械製造商的錢 所以他們根本不會夠膽去撼動這些槍械製造商的利益 現在搞過大龍鳳 都只不過是做場show給選民看 告訴他們 大家知道我們已經做了事 所以真的整件事只有淡笑 怎樣也好 美國經常對其他國家指手畫腳 說別人沒有人權沒有民主 但原來自己的市民 最基本的生存權利都沒有 那些所謂的民主 又是全部被槍械生產商 煙草商 金融機構控制 所以只有港幣 其實美國與其花那麼多時間精力在其他國家搞事 不如花多時間搞好自己國內面對的問題 像這些大型的槍擊事件或種族歧視的問題 這樣更好 之前我們中國故事國際輿論KOL入辦兄弟姐妹 殺了入中環做了街頭訪問 問一下住在香港的外籍人士 怎樣看香港自從回歸以來 過去一段時間的發展 究竟外籍人士會怎樣說呢 在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後 他們還想不想繼續留在香港呢 如果大家想知道 請按這裡訂閱我們中國故事的新頻道 再按這裡看看我們街訪的片段 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贏